河永高速哨星段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临时停车带里 驾驶室里驾驶员正在呼呼大睡 民警试图把驾驶员叫醒 喊了好几次 驾驶员才缓缓抬起了头 驾驶室车门上写着 举起孤独的酒喝下生活的苦 驾驶员在绍兴科桥做外卖配送员 前一天晚上工作到很晚 又赶到鱼瑶见朋友 当时喝了酒 考虑到第二天还要工作 抱着脚信心理上了高速准备回科桥 我在这个直通车上 在这个停车到这里 这太困难 嗯 太困难 真的太困难 维某的呼气室酒精测试仪测试结果为 每100毫升166毫克 涉嫌醉酒驾驶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 对了